枪枪三人行周一到周六 你们好我是豆文涛 还有番茄和罗佳英 我们又回来了 对了又回来了 一个礼拜不见了 最近你们发现没有 这个街上连要饭的 他也穿上西装打领带了 与时代共进 特别是有一种人 是捡破烂的 香港人就叫垃圾婆 就是专门以捡各种样的烂纸为生的 在送去回收 那么他们也用上了BB机 而且还是中文显示的 那么有一天在街上 突然间BB机都想 大家一看都不是自己的 一看原来是一个专门捡烂纸的 这么一个捡破烂的垃圾婆 腰间拿出BB机 一看上面写着 公园那里有纸 速打低来 所以你看这个经历不紧 每个人都要风鸟必争 去找工作 反正科技现在越来越普及化了 我就感觉到你们不要看罗余才看人 垃圾婆很多是很有钱的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像他呢 我先说 就很多人穿打定的 穿的很漂亮的 他们可能是没有公开的 因为他就装扮 我是有开工的 所以他穿起这个戏装 所以像罗佳英啊 这样子他穿的这么开手 穿这么随便的 就说明他是有公开的人 我不用开工的这种人 不用开工 是你是老板 有星期都拍戏 当然有公开 喂是在上个礼拜你们做节目啊 我介绍给你们两个这个观众在光顾凤凰 有观众啊 有欢迎啊 首先是讲潘杰 有一个叫宋小雷的小姐哈 他说这个恰恰三人行啊 他一期都没有落过啊 就每期都看呢 他爸爸妈妈家里收看不到凤凰卫视 所以他就每期录影给他爸爸妈妈看 他说他爸爸非常喜欢 但是他妈妈有一个评论啊 说他们倒不错坐着聊天就可以赚钱啊 哦是呀是靠 但是我们都很有这个继位的 很有智慧的 还有很多口水就要是 聪明绝顶啊 然后蒋潘杰说上星期他发现你这个有点情绪低落 然后劝你啊就说是这个你不要老听斗文涛他们的 说什么结婚总有一天得离婚 什么结婚是大错特错的鬼话 你应该成立一个家庭才不会感到孤独 我想你这样一个比较成功的女性身边男人一定很多 所以你不要听信他们的言论 不我得申辩一下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结婚早晚得离婚 我什么时候说结婚是大错特错了 你这个印象给人家的印象你就是这种人 我们开玩笑哪天开玩笑 那你有什么要跟这位小这么关心你的小雷说话呢 我觉得就是我就很感谢这些观众就是我情绪低落 他们也看出来了啊 这个是不是真的有点低落 就是罗佳英来了我就有点低落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但是那个我觉得这是成了一个家庭的这个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这个观众他说他自己就有一个很好的人关心他 这个当然是很好了 但是这个呢就是说可遇不可求啊 所以呢这个不是说这个 将来要求降低一点 将降低哈哈哈 谢谢他谢谢罗佳英是吧 他自己一点也不降低 他憋着人家汪明泉降低 啊是哈哈哈 你怎么这样说啊哎呀我不错了我基本上不错 聪明绝顶嘛 但是我觉得一个女性最重要的呢就是还有自己活得开心 就是说你自己很享受你所做的这些事业啊 享受你自己所这个生活的每一每一点没地哎呀每天两个有魅力的男士陪着你聊天 当然了 不错了不错了不错了 还有你啊 两个大一点有我 轻一点有他 哈哈哈 佳英哥还有一位深圳的哈聂姓聂的一位朋友啊 哦 说还是我跟我同同读一间大学的 他说他是每天晚上12点都会看这个节目啊 说上周听到罗佳英先生说他祖父 哦 说他祖父的坟不变尸 刚好我外婆在死去多年后可能是七年 被盗墓贼挖开坟墓之后发现尸体也没有腐烂 听说罗佳英先生对这方面有一定的研究 可否请你转给罗先生看罗先生能不能给我一个说法 哎呀啦我做了风水大师啊 不不不这简直是把你当成这个诈师专家了嘛 诈变专家 专门研究诗变的 研究这个诗不变啊 诗不变 诗不变 诗不变真是很很不好的一诗 如果他的诗变了变了骨头了就很好的 为什么 呃他们能就入土回安了 但是他不变了就感觉他这个心不 他的心挂着一种一种东西 所以他不变 就是说他还有没有完成的一些心愿 所以他不离开不想离开这个世界是不是 那就是一那就是说你的祖父和这位朋友的这个外祖母 他大概都是同一个原因 所以七八年尸体在不变都不变 而且他可能有可能那个他土地这个土样不好 埋在沙漠里就成干尸了吗 啊对对啊可能他这个他风太太厉害了 没有空气进去 没有空气进去 哈哈哈哈 喝胡说 喝水晶 打住打住啊 呃讲讲我们今天的这个话游 这个话游也是这个克林顿的性丑闻呢 又有了新进展 嗯 呃我们回溯一下背景啊 原来这个主要的关键人物 白宫女见习生这个莱文斯基啊 他第一次做供的时候呢 跟佩舍兰就说他跟克林顿没有性关系 但是后来他自己呢又推翻 可是推翻了 那么人家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嘛 就说那你原来说假话 我首先就要告你发假事做假证供 所以他就不肯这个正式做供 呃然后后来这个独立检察官这个斯塔尔啊 终于跟他达成了协议 说好了你有豁免权 只是你推翻原来的供词呢 我们也不追究你了 所以呢他就上个美国时间上个礼拜四 终于做供 呃根据各种各样的报道说呀 估计他是讲出来了 讲出来就是说他承认跟克林顿 确实有过某种形式的性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看有关的新闻报道 莱文斯基向大陪审团闭门做供了大约六小时 他离开法院的时候 并没有向记者发表任何讲话 不过有消息透露 莱文斯基承认与总统克林顿有性关系 两人并且曾讨论如何隐瞒他们的关系 但是莱文斯基说 克林顿从来没有叫做他做假证供 而莱文斯基的女发言人史密斯在莱文斯基做供以后召开记者会 史密斯表示 对于独立检察官和大陪审团发问的每一个问题 莱文斯基都是如实完全和真诚的回答 而莱文斯基及他的家人也希望事情能够尽快结束 至于丑闻中主角克林顿在莱文斯基做供期间 如常出席一些公开活动 但是对于莱文斯基的做供 克林顿没有发表评论 白宫赴新闻秘书托伊夫在发布会上表示 克林顿没有就此事发表任何意见 而花费了4000万美元来调查 如果事情尽快结束的话 这会是一件好事 但是另一方面根据一项迷你调查显示 美国人并不关心总统的私生活 相反更关注克林顿的总统工作是否做得称职 在莱文斯基的家乡洛杉矶游客和当地的居民 都认为调查所花的时间和金钱都太多 但是无论如何 克林顿将在这个月17号 在大陪审团前透过录影做供 这个莱文斯基做供是封闭式的 爱说应该保密 不过在美国什么也保不了什么密 报纸上都讲出来了 就说他做供 他公认跟克林顿曾经有过12年 12次性接触 12次啊 也不多啊 不多 12次这个性接触呢 你看 他就讲的这个地点呢 主要是发生在这个白宫啊 白宫这个椭圆形办公室 我们看这张图啊 这个椭圆形办公室 只有一墙之隔的那个书房里 就是他们这个发生这些这个性接触的地方 就相当于一个阳台的地方 发生这种地方 不过这个潘杰潘老师英语好好 可以教我们几个英文词 这两个 一个是就是sexual encounters 就是那一个是sexual relations 对 那么就是上面那个呢 就是说他是有性接触 那么这个可能可以理解为呢 就是说大家比如说抚摸 或者是呃 大家是一种身体的接触 但是下面那个呢 就会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比较稳固的 这么一个经常发生的 这么一个一个性关系 对 不过这个不懂英语的人一遍还记不住 我们CAMERAL狗狗应该再给我们一个画面啊 这个就是 大头啊 给他一个大头 上一次呢 这个独立检察官进行调查的时候啊 使用的词汇呢 就是这个下面这个词汇 就是性关系的意思啊 那么性关系 但是据说这个克林顿认为呢 某些亲热的行为啊 不算是性关系 因此这一次莱文茨基做共 这次再问呢 就问他上面这个词了 这就是性接触 是不是这个性接触 比这个性关系还要广义一些 就是从我觉得 从这个美国男人的心里面来说啊 就他比如说是结了婚的人 他回去比如说他有个外遇 他就回去跟他的太太说 他说我们只不过是有这个sexual encounters 就说呢 就我们只不过有性接触而已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没有感情在里头了 对啦 就是说他的辩解呢 就是说我跟他是没有感情的 就是不会有 就是不会危害这个 我的家庭 婚姻的这个基础 那么在这种呢 在美国的女人的这个里面来讲呢 也是比较容易接触的 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说 丈夫是一时半刻 好像是说没有受到控制啊 就是说做出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但是这个只不过是一时冲动而已 但是如果你告诉他 我是跟他有sexual relation的话 就说你们大家之间有一些互相爱慕啊 或者说有这种感情的成分在里面 那就威胁大婆的地位了 威胁到这个婚姻本身的这个这个基础 那么这个就是不能够接受的 那么我觉得这一次用到这个encounter呢 也其实也就是帮克林顿在洗洗 因为第一就是他是比较难否认的 因为他他说sexual relation 我只是跟他就是比如说接触一下嘛 对不对 但下面那个呢就是比较难 因为你要是有的话 你就说你就是有的嘛 对吧 但是从另一方面 这也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我觉得大众呢 就是美国人可能也就比较容易接受 潘老师对这个很有研究啊 相见三言性一天两次12点 说话就回来 这个克林顿的这个性丑闻啊 对莱文斯基的这个事情 不管是什么性关系还是性接触 问题在于呢 只要这个大陪审团相信啊 就是莱文斯基说的是实话 他确实跟克林顿有过12次的性接触也好 性关系也好 那这个克林顿就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处境了 因为他原来说过我跟那个女子没有任何啊 他原来坚决否认过吧 但是这一次他否认是什么 他否认性关系还是否认性接触 他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性关系 他是说还是说的是性关系 但是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我觉得这次莱文斯基其实是泼了一层的 一桶脏水在自己身上 因为现在他们陪审团主要的针对的是什么呢 就说是不是克林顿曾经叫莱文斯基沙谎 如果他叫他沙谎的话呢 在法律上这个克林顿要负上法律上的责任 因为你是在妨碍司法公正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国会就可以弹劾他了 但是现在呢就说莱文斯基说克林顿没有叫我去沙谎 我是跟他有关系 但是他没有叫我去沙谎 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有一点分别了 就是说现在是两个人私人 我们说是两个成年人的之间的性行为 就是跟克林顿在公众这个范围里面的他的职责 或者说他做的这个事呢 没有关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帮克林顿摆脱 虽然说大家很不喜欢他 但是在这法律的程序上呢 已经是不能跟他做任何的事情 就是克林顿不要叫他沙谎 沙谎 不要叫他讲大话 而且克林顿比较狡猾呀 我发现他不愧克林顿是做律师出身的 学法律的 他跟这个莱文斯基怎么说 他确实不教你 不是说你跟他们撒谎 他这么说他说 如果你把我送给你的那些礼物退回给我 这样就比较好 然后又说呢 你如果不在白宫工作以后 还想来见我呢 你最好呢 说你是找我的某一个女秘书 利用这个名义到我这里来串门 你看他没有教你撒谎啊 对他没有教 但我觉得这真是这个这个这个葫芦里面卖什么药啊 这个骨子里实际也是一种撒谎 我就感觉到他们传说的话 很像是台词 他们传片片下来的 你怎么说你怎么说怎么说 他就怎么说怎么说啊 大家都是大家做一详细给大家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呢 媒介啊就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催催化剂的作用啊 就从你看从这个OJ Simpson开始啊 这个他们那个那个官司就是一直的采访啊 这头条消息啊 然后一个月两个月的这样子 那么这个也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在这看报纸就是更好像是看 那个呃就肥皂剧一样的 一天每一天一个样每一天一个样 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的肥皂剧 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人真正受伤害 那就是希拉里 你说是不是你看现在的问题啊 实际上克林顿大家早就知道 他一直就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是吧 对他来讲并没有更多的改变 但是对于希拉里来讲啊 原来他任何时候都站在他老公一边 说我老公说没有就肯定没有 那主要是因为他就做老婆的成腰嘛 那原来半信半疑或者不明真相的人呢 还可以认为是哦 毕竟没有搞清楚也可能不是真的 所以觉得希拉里的立场是有道理 但是现在明确有人证实克林顿的确 在这个他当总统期间啊 跟这个别人有过这种性接触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希拉里 他他不知道他很伤心那个克林顿啊 就别人还可以这样假设 别人还可以这样假设 就说希拉里可能真是全然的信赖克林顿 不理会克林顿真的做过什么 但是现在他再也说不过去了 我是我是我是 我本来呢一开始这件事出来的时候呢 我就说我呀我觉得希拉里很可怜啊 我觉得他做第一总统 但是丈夫出去搞但是我现在呢觉得我 我对希拉里我很敬佩他 很敬佩他 我觉得他是这个女人他非常知道他要什么 他要什么 现在他们两个人不只是夫妻那么简单 他们是两个人做同一个事业 这个事业就是要做好总统 哎那要是你是希拉里的话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会怎么样 我回家就把他打的皮开用战 我上次的皮开 我上次的皮开 只不过是对外对外怎么表态 我看你我看你跟那个希拉里一样 我看我跟希拉里一样 我绝对不会嫁给这样子的人 哎呀 怎么会不会嫁给他 男人都差不多的了 如果他嫁给那个克林顿知道 克林顿多漂亮啊 多好啊真是 我觉得克林顿到 他就很想嫁给他 我觉得克林顿到不是漂亮 但是克林顿在演讲的时候呢 他确实是有这种魅力 那么我觉得他主要的魅力 是在来自哪里呢 就是说他老是摆出的样子 就是说我是你们当中的一份子 那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呢 他们就来这个演讲 那么他跟那个另外一个候选人 就是Bob Doe 那个1992年的时候 他完全不同 Bob Doe的那个姿态呢 就是说我是你的爸爸 所以你要听我说 但是他呢就不是一意不一样 他就说我是你们当中的一份子 我现在跟你们一起去追求一个美好的未来 所以他在这个年轻人当中呢就很受欢迎 那么正是因为这样子 大家也就觉得他犯错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说我们当中一份子吧 对吧 我们都做这事 我们都不做这事 好我自己他 但是我还是觉得希拉里这个人啊 他一向是以一个第一夫人有点女性楷模的意思吧 而且他是这个美国历史上 就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 而且真的自己人格独立个性独立 独立发挥女性作用的这么一个形象 那现在我觉得他面临一种处境 就是要公开的让美国人知道 我就是可以做一个老公在外面乱搞的老婆 是不是啊 就是起这么一种一种作用啊 不一定的 我就感觉到他就是这个 极其大局嘛 对 我觉得他在跟全世界宣布就是我追求的这个东西 是比我这个家庭更要大的 就是我追求一个理想 我这个理想是要做好美国的这个这个总统的这个office 就是我和他两个人是同样做同一个事件 就是我这个可以把这个私人的这个生活放在一边不管 但是我不同情这个这个男人袭击 我觉得这个人也是很讨厌的事情 有点问题 我也不同情他 我觉得他这个自从成为 我就感觉到这个男女的关系啊 不要公开那种那种关系不用公开 要很秘密 不我觉得他就是把这条裙子藏了那么长时间 他这肯定是有有什么有所作为的 有所作为啊 对对对 我觉得可以理解 这一个弱女子啊 她跟总统发生这种关系啊 她这样是比较明智的 你留一点根据 她绝对不是弱女子 她是爱她的 她绝对不是弱女子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已经已经是 投机了 非常那个计算好的 我觉得她每做一件事情她都计算好的 要不然的话不可能 那你拧条裙子的话 你肯定弄脏了 回家就洗掉了嘛 对不对 要不要长了那么久 而且在这个现在这个时候 关键时刻是一个证物 所以有解释嘛 他为什么要留这个呢 因为你知道跟总统的这种关系 大家都知道是很敏感的事情 他害怕 即便他自己当时没想说出来 但是他害怕将来有一天 如果有人把这个事情翻出来 他连一个给自己防身的证物都没有啊 我怕这样子降到那个暗杀 为什么不留下这个东西 对对 我觉得这个说话啊 这个站不住脚 我觉得绝对站不住脚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整个美国的妇女 现在都不站在蓝温斯基 还有那个Paula Jones 还有那个Jennifer Flowers 就这几个这个女的 跟这个总统扯上关系的这些人 妇女全部都不站在她们这一边 因为克林登上台的时候呢 有超过一半的女性呢 就是支持她的 就她在女性当中的微信非常高 那么她上了台以后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法律啊 她也就是推举了一些很高的职位 像Albert 她就是她推举上去的嘛 就所以大家都看到呢 就说所有的妇女 你看刚才那片子就讲嘛 这些妇女都说我们关心的是她的 总统做的好不好 那么就是说大家都是为她的私人利益所想嘛 所以她关心的倒是女性的美貌 哈哈哈 她有这样子的人 对不对 她她只不过是我觉得就是说 有这样的人在那个地方一天到晚 在她的身边 然后她只不过是 可是可能对我不找她 又不是很漂亮 哈哈哈 对 而且 是比较比较找手啊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莱文斯基啊 他自从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之后 你们发现没有 比几个月前胖的可是多了 所以我现在不注意减肥嘛 你知道你自己要做工 要经常出镜的吗 你能保持一个很漂亮 就是豆文汤的这个这个这个意识 就自我意识 我觉得佳音哥应该还有一些故事给我们讲个听哈 下一趴再来说 枪枪三人行 一天两次十二点 说话就回来 佳音哥 你对这个细文很有研究啊 对 你说咱们这个中国古代历史上 是不是比较好的解决了性丑闻的问题 太容易了 整珠龙 啊 整珠龙 这个 他一个克林顿就是这个像皇帝嘛 白宫是皇宫嘛 他这个莱文斯基 我给他一个名字 他叫财人 什么 财人 财人呢 就像五十天当年的那个 对了 他就是这个他们那个宫里头 每个备份 每个宫女 宫女 他就是这个宫女嘛 那这个皇帝对宫女有兴趣 多好就拉了他进宫 收了进宫就好了 这个财人就变了贵妃 不好了 皇后要是不干呢 谁 哎呀 皇后要什么穿啊 皇后没有穿啊 中国的妇女没有穿啊 有的时候也有这个皇后比较厉害的 你像像像武则天后来的老公 那就是个巨内的皇帝啊 所以武则天才能控制他嘛 有这么一个故事 他给他吃药嘛 吃大麻嘛 这个时候 大麻 没说这个大麻 大麻都有了 有了有这个这个禁药 让他吃吃完 他就唧唧哀哀的嘛 就唧唧呆呆的 唧唧呆呆的 这个话说呀 有一个皇帝啊 非常这个怕老婆怕皇后 那么他有一天上朝的时候啊 突然间想 哎 我这个问问我的大臣们 是不是跟我也都一样 然后就说这个众爱卿 你们哪一个怕老婆 就哪一个巨内 巨内的呢 都站到左边 不怕老婆的呢 都站到右边 然后你看大臣 所有的大臣 都站到了左边 然后在左边 刚刚站定呢 有一个老臣呢 刚刚站到左边 哎又跑回去 站到了右边 这个皇帝就奇怪了 说老爱卿啊 你为什么开始站在左边 现在又站到右边啊 这个他就说了 回皇上 这个今天上朝之前呢 我太太在家里跟我说了 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 你朝的怕老婆 克林顿也是怕老婆 这听他们讲有什么事情啊 回去都要请教这个希拉里的 希拉里总能给她指导 哪怕是性丑闻这种事 先给一个耳光 有个电影就是这样嘛 先打一个总统一个耳光 然后告诉你该怎么办 我一定支持你 但是我觉得就是 中国人还是对这个女性啊 就是重镇呢 我觉得是这看法是非常这个负面的 你看我们有这个垂帘听政呢 这这这就是一个很负面的词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老 基本上他做的不好嘛 他做的好都是不是负面嘛 你觉得你在垂帘听证那个做的不好吗 但是不好了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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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太后 西太后 但是你这个中国历史上皇帝也有很多皇帝 都是把朝这个整个朝 整个中国都都送给别人都有啊 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西太后不好跟那个皇帝有关系 皇帝无能嘛 那光细啊光绪啊什么什么 他们同志之类的哈 太小了嘛 而且这个很很孱弱的给人的感觉嘛 哎基本上他们就是那个 很像那个内功跟外边大臣这个这个作对 他的皇帝一定靠着这个呃太监啊 跟那个后党我们叫后党嘛 后一党 对的太后一党 那个后党很多舅舅啊什么叔叔 他们这个人人成一气啊 这个排击他们那个比如姓李的姓武的 他们杀传杀的姓李的 武这天他的他的家人呢 什么武三司啊 他们就做大官嘛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 汉朝都是这样 不过我以为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你说克林顿啊 他自己应该是个很聪明的人 那他从多年前没当总统的时候就传出有性丑闻的事情 嗯那当传出来之后为什么他还我总不明白哈 还接二连三的要搞这种事呢 他就是他是很懦弱嘛 我觉得我觉得克林顿 要得报复啊 他的太太对他不好他就报复是吗 我觉得他太松了 他就打他一击一个 他们两个这个这对夫妻里面就是说克林顿是扮演一个弱者 希拉里是扮演一个强者 每天克林顿一进门就依偎在希拉里的怀抱 这希拉里的他的性格啊 他是这种水的性格 就是说他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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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持续不断 就他的那种力量在后面 那么克林顿的性格就是 其实就是说他就是懦弱 他他控制不了自己 我觉得他是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他可以接二连三一次一次的闹出来 然后去了白宫以后还是不间断 就是他变成是一个小孩子就是非常的任性 这个我相信的 我相信的 因为女人呢他们的那个动力很厉害 如果他要坚持了做什么事他一定做得到 一看我们佳音哥都知道自治嘛 找了王阿姐之后啊 哎我多多钱